美国军事专家曾说,20年后,传统武器必将会被高科技武器所替代,而中国在高科技武器领域的研究从未停止过脚步。 中国新一代激光武器、高超音速武器、电子武器等等,都是新时代的武器,除了极具科技含量,其威力也是巨大无比。 近日,美国媒体报道趁中国不声不响已经研制出一款超级武器,名为AMB,让人读起来像RPG一样殆尽,毫无疑问,能让美军如此重视的武器,绝非是等闲之辈,那么这是一款怎样的武器? 让美国海军直呼,这是对美军最大的杀手锏呢?甚至是美军的一大杀手锏,尤其是在南边公海地区威胁更大,那么究竟所谓的EMP武器是什么样的武器呢? 其实EMP武器指的就是电磁脉冲武器,而对于这款武器,相信大家在很早的科幻电影里,就曾见到过,美国其实早就设想研制这一武器,只不过技术不到位,一直没能成功。 但是在十多年前,美国一份机密报告,中就曾提到了中国科学家,已经在研制这一武器,并且报告中警醒美国,要加快进度,否则未来很难把控。 而美国报告中所说的正是现在的电磁武器,美军事专家表示,中国打算将这一武器装备到航母上,一旦完成,那么美国海军在太平洋的优势将消散殆尽,美国各大杂志更是高调渲染中国武器利害论。 趁中国的武器,已经严重威胁到美国的正常运作,美媒体表示,电,此武器属于杀敌于无形中的高科技武器,并称这项技术可以造福人类,中国应该拿出来分享,美国在家以改进,让其变得更加利于发展。 对此,中国专家表示,想要自己去研究,怎样用于造福人类,怎样改进那是我们自己的事,不劳反美国操心,那么这款武器,厉害在什么地方呢? 专家表示,一旦对目标物发射电磁脉冲,那么就可以摧毁其电磁设备,使其失去作战能力,而且还可以积具能量形成电磁炮弹,直接积在目标物上直接将其摧毁。 整个过程看不到一缕烟,一丝火花,如同一道闪电呼啸而过杀敌于无形之中,那么电磁炮的速度有多快呢? 专家表示,低长辉弹到导弹还要快,那么这也就意味着无法拦截。 据介绍,电磁脉冲一旦开启,方圆3.5公里之内电磁设备都会失去信号,然后脉冲机具能量形成炮弹,对目标进行摧毁式打击。 电磁炮最大的优势就是只要保证电量只需供应,它就能不停地产生炮弹,无需装填弹药或者更换弹药等。 专家表示,一枚普通的弹道导弹成本价,至少要4000万人民币,但是一发电磁炮弹成本价只需要400元。 这在未来战争中,必将是一款经济社会,且威力巨大的首选武器。 美国媒体趁,未来战争或将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,中国的电磁脉冲武器可以直接瘫痪。 对方的电子设备,比如计算机等,我们知道,现代化作战机,忽都是程序电脑控制,一旦失去这些指挥系统,那么能做的只有座椅代币。 美军是专家趁,一旦遭到电磁脉冲武器的打击,美航母、战机、潜艇都将无法正常启动,这对美国而言无疑是致命的,所以美国迫切希望得到中国的这项技术,以研制出反制措施。 但可惜的是,想让我们分享,门都没有,并且专家表示,未来电磁武器或将装备在东风导弹上。 届时,中国的全球化作战能力就连美国恐怕都不敢于之一较高下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散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MINGLY 当éndverage kuv belki� ERTOG !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